台中新中街这栋公寓 6号下午发生严重火警 火势不断延烧 浓烟窜出 浓烟烟雾几乎把大楼淹没 能见度将近邻 换一个角度 有两个人站在窗边等待救援 这一男一女已经逃到窗外 手紧抓着楼上的铁窗 脚踩着类似遮雨棚的板子 场面相当惊险 女生一边抓着铁窗一边喊救命 楼下募集民众也捏一把冷汗 围观民众比楼上的还紧张 消防队派出第一辆云梯车救援 云梯车升到一半 疑似故障没办法救人 消防队再派出第二辆 第二辆云梯车疑似被电线卡住 也救不了 两个受困民众从火警一开始 四点半就挂在窗外 云梯车换的角度把人救下来 时间超过半小时 这道人已经5点20分 整整过了50分钟 当时消防队后报 是三楼窜出火烟 多人受困 这远过程中消防队直接拿水柱 朝人身上灌救 火场温度相当高 就算没在室内也有呛伤风险